甲午战争是中国在19世纪失败的最惨重的异常战事,割让台湾给日本的马关条约,带来了极大的耻辱和损害,西方列强自此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,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,中国人亡国灭种,迫在眉睫,这些危难加速了中华民族的觉醒,致是为了救亡图存,提倡西学,仿向欧美,改革政治,保护民间企业,破除文化专制, 这些主张得到晚清政府部分支持,曾促使下诏变法,但1898年发生务虚政变,中断了酝酿中的改革,慈禧太后更是道行逆施,把中国推向灾难深渊,浩劫之后,新政中未能晚清朝乌父王,反清革命后,民国初年,以科学,民主和学术自由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,继续标志着这种民族觉醒,对今天和未来的中国具有深远意义, 日本方面,甲午战后,军事和经济急剧膨胀,几进列强行列,成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,制定出一个击败俄国远东军的计划, 1904年,日本发动日俄战争,1910年,吞并朝鲜,1914年,日本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名,占领中国的青岛和太平洋上的德国殖民地,1931年,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,1937年,全面发动清华战争, 中国人民苦战八年,史称抗日战争,因为侵略行为得心英手,使日本更为狂妄自大,激化了鱼鹰,美二国的矛盾, 1941年,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,又攻占英国殖民地香港,美国,英国对日宣战后, 与日本交战多年的中国随即正式宣布对日本,德国,意大利宣战,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员,太平洋战争爆发。